我是伊甸基金會的正式員工 我在這邊已經超過10年以上 我是富康巴士的駕駛 我們一天出勤要11個小時 再服務身心障礙朋友 這11個小時 基金會把它拆解成8加2加1 最後面這一個小時 他們認為是休息時間 而且是說依照勞基法 連續工作4小時 可以休息30分鐘 但是實際上 我們是處於勞動部韓式的待命狀態 我們在車上 我們並沒有司機休息室 我們在全市東南西北服務身上朋友 我們在車上待命 我們車上有GPS 受到基金會的監控跟管理 而且他的工作規則也要求我們 上班的時候 手機必須保持暢通 隨時接受他的調度派遣 所以我們的工會是認定 這是屬於待命狀態 而不是基金會片面說的休息狀態 就不應該算是休息時間 而依然必須算是屬於工作的時間 那既然是工作的時間 就應該要正常的去給付工資 正常的給付加班費 而不是應該說 而不是說把這個時間呢 規避掉 那我們對於員工的休息時間的權益 我們必須要保障 那駕駛們會覺得 他們是不是在待命 我覺得這個是 他們覺得這樣的時間叫做待命 事實上在這樣的時間 勞動部的韓式 或者是勞工局的韓式 主要是 戶主有沒有監督指揮的權利在裡頭 那針對這一點 我們在所有的駕駛同時 他們只要是派 表定的休息時間 他們有絕對休息的自由 在車上 都有GPS的定位系統 每一天車子幾點鐘離開停車場 幾點幾分 全部都在辦公室的電腦螢幕上面 非常清楚 他等於是 你只要上班 車子引擎一發動 辦公室的電腦上面 就看得到我們 在全大台北區的任何一個角落 都逃不掉 所以我們都是受他監控的 所以說 並沒有說他所謂休息時間 基金會呢 他現在告訴我們說 停車格可以去停 但是之前的問題 他是完全不停 也完全不處理 只是說現在我有告訴你們 可以去停車格位停 但是我們富康巴士 並不是你路邊隨時都有停車位 更何況我們在接送 身上朋友的時候 90%以上都是在違庭的情形之下 這還會另外衍生出 因為違庭可能造成交通意外的刑責問題 這個部分他們也沒有辦法處 而且我們也在台北市勞動局 申請了勞動檢查 勞動檢查之後 也是醫店違法 可是醫店不服氣又提宿院 宿院之後被駁回 駁回之後 他又再上訴到高等行政法院 又被駁回 他現在在往最高行政法院 我們只是希望 我們並沒有多要求 我們很願意服務身上朋友 我們只是希望基金會能夠 把該給我們加班費給我們 你車子關掉熄火 GPS就沒有了 各位記者先生們 他剛才所講的 這個就是韓氏 那你說我們處長是不是公開說謊 我們管理階層能信任嗎 我請問一下 我們管理階層能信任嗎 所以我們今天來要求董事長 讓我們跟董事會會談 那針對這一點 在所有的駕駛公司 他們只要表定的休息時間 我們就 他們有絕對休息的自由 安全 那當中如果發生 譬如說停車的問題 那我們也提供駕駛期的方式 一個是他們可以回停車場在停 另外一個是他們在路邊 如果有合法的停車會停 那我們就可以給付 他們可以來申請那個停車費 這個都沒有問題 好 我們也是不得已 我們本來是跟董事長 談到董事長說願意跟我們談 可是第一次第二次 我們都沒有過到一個好的回應 所以我們不得已的第三次 再來到教會 希望能再當面跟我們董事長稱奇 他們說要協商 親會也非常歡迎我們一起來協商 那二十三號事實上我們也有 只是他們沒有看到我們的董事長 或是他們就覺得這樣不對 但是我還是不去講 因為 親會還是合一致 那我們不關於任何的協商和方 任何的方式來做出 那我們也希望說如果可以 他們是不是到勞工局 我們申請重裁 有第三方公正單位 我們一起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促進老公的核心 這我們都是非常願意的